大家好我是Ben 眼前看到這輛正是我自己的愛車 2011年的ZX10R 那從我接手這輛二手的ZX10R之後 我從來沒針對它的硬勤的部分 做過檢視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它來拉個馬力 了解一下它的硬勤狀態到底如何 好那我們就先針對我這輛車的數據呢 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這是一輛2011年的ZX10R 那你看它在這邊數據最大馬力呢 是在13000轉左右爆發 那這邊官方數據是200p 200.1ps 而在這個充壓模式下呢 一樣是13000轉底下 可以到209p的動力 扭力呢是在11500轉的時候爆發最大扭力 然後是11.4公斤米 OK這個數據呢 是在工廠裡面的軸輸出 測量出來 那實際上我們知道外面 或者是你在Google上面搜尋到的這個輪輸出的 拉馬力的數值 都不會這麼高 這輛我接手的時候是20000公里的 2011年的ZX10R 它究竟拉出來的數據會是多少 不任意要求越來或者測試用 這個電視機叫做成功 是OZDIQ神的金字 這個大機的電視機是最高級的 這輪串是有時報徒的 會是有時報徒的 或是在地下度 在墨上估法 不是這些我 在2011年 做得不死現在 也沒有 是國際的不同 dr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拉馬力已經完了 出來的數據呢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來的好很多 因為其實我本來對這 我這台接手10R 這台舊的10R 其實我真的對它引擎狀況 抱持很大的質疑 好答案揭曉 最大馬力我拉出來是175.58P 而最大的扭力呢 是9.64公斤米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怎麼會跟數據差這麼多 事實上呢 其實你在網路上去搜尋一些自己是 在透過馬力機拉出來的圖表呢 其實 以我這輛已經跑了25000公里的 這個XR 它其實拉出來的數據呢 我個人覺得是滿滿意的 因為很多日本車在沒有改 任何改裝之下呢 事實上它拉出來 因為我們拉的是輪馬力 跟官方數據的走馬力 會有這個大概10到15%的落差 那所以呢 可以在輪下 拉出175.58P 其實表現已經算不錯了 當然我引擎是全原廠 但是我使用的是一個全斷的 廢掉了便當盒的這個蝎子短管 所以這數據上是會有變化的 那我們再針對這個圖表來看看 它會有什麼數據可以介度出來 這邊呢 是馬力的最大值200 然後這邊是扭力的最大值 然後這邊呢 橫向呢 是顯示的是轉速率 OK 那有這幾個數據 我們就可以判斷這個引擎的工作狀態 還有它在哪一個區間的扭力值的表現 是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覺得扭力 扭力線這邊可以看到 最明顯的是在6000跟7000這個區間呢 有一個掉落的峰值 非常的劇烈的一個掉落 後續呢 我可能就是要透過電腦的 這個噴油的調整 來將這個扭力上屍的部分 把它修得圓滑 不然的話呢 我在加速區段的時候 只要經過這個 6000到7000轉中間呢 其實我的加速表現就會變差 那以大鵬彎來講的話 其實在一些低速彎 比如說5號啊 7號啊 這種慢速的彎角的時候 一定會經過這個區間 所以這個會是 如果是以大鵬彎這個賽道來講的話 這個會是一個賽道上的一個問題 那最大馬力值呢 其實在經過這個 呃 公油電腦的調整的情況下呢 它有機會在 這個最大馬力的部分 再進行提升的 那175匹其實 以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來講 像 呃 像RSV4 RF 它是可以 它也是170幾匹的 輪馬力 然後它在修正之後 會到180出頭 BMW的S1000 RR 它在搭配上工廠的 的線組跟ECU的狀態下呢 其實它可以拉出 將近190匹的輪馬力 當我的車呢 在1萬轉之後呢 其實它的震盪感呢 有點過大 那這個東西 也是我們後續 可能會在針對公油 或是引擎狀況做一些修正 看能不能讓它的引擎的順暢度呢 在破萬轉之後 還能夠保持的更 震盪更小 然後 運作更細膩的狀態 讓大家看到它的扭力 確實扭力在 這個官方數據是1萬1千多嘛 那我們這邊其實拉出來就是差不多 最高峰值的扭力 差不多就在1萬出頭轉 1萬出頭轉是最大的扭力值 好 接下來呢 我可能會透過改裝的方式 讓我這輛車呢 可以在電腦上面 我自己即時做公油上的修正 究竟呢 這樣的改變呢 會帶來我這個動力跟扭力的曲線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鎖定我的頻道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玩車的過程